传承记忆文化部的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 在全台各地搜罗小市民的生命故事 这个周末更是邀请到白色恐怖的受难家属 在启东施舍分享心情 白色恐怖的受难家属齐居堂分享生命故事 能把过去的那一段经历说出来 受难家属郭本成认为 能说出生命故事就是一种最好的传承 我们父亲一直告诉我们说 一时我们要原谅 但是绝对不能忘记 以我父亲来说的话 我常常跟年轻人说 不要看到他这种 在那种环境里面 被迫害的环境里面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面 他的那种坚韧卓绝的毅力 因为有台湾故事岛 一个个生命故事汇集起来 就成了一代人的生命史 但不止政治受害者 每个人都应该来说自己的故事 我们是希望全民一起来说 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一些有相同生命经历的人 能够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一起谈谈自己的一些生命的 一些想法 然后一些那个 就是让他这个故事能够立体化 透过故事沙龙的聚合 有共同记忆的人有了交流 而借着文化部的台湾故事岛计划 也让被保存在云端的记忆 成为珍贵的历史资产 记得丁明杰黄秀明 特别报道